台市新聞看世界來關心 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進入第三天 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范斯獲川普清點為競選搭檔 也首度以副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公開亮相 並且發表演說 我公開接受你的選擇 為美國美國總統的總統 俄亥俄州參議員范斯以川普副首的身份正式亮相 他在全代會的演說 炮轟拜登的貿易跟外交政策 讓美國更窮更弱 一旦勝選將為勞工階級而戰 范斯賓將矛頭指向中國 表示北京正試圖以牺牲美國人民利益為代價 來讓中國公民致富 我們將會保護美國工作人員的費用 防止中國共產黨的共產黨 建立他們的中等級 在美國人民利益背後 范斯跟台下互動熱絡 展現跟川普相似的舞台魅力 過去的反川漢將 這一晚在全代會高喊黨內團結 不過范斯畫風一轉訴諸感性 他提到母親也在現場已經戒毒多年 范斯的母親起身致意為全代會掀起高潮 范斯還提到勝選之後想帶母親進白宮慶祝 讓聽眾習的川普笑容滿面 也為川普范斯沛揭開序幕 綜合報導